花莲县宜昌国小六年级有四位同学 去年度他们针对了花莲市区人行步道 完成一项行动研究 以身障者立场出发探讨市区人行步道设置现况 而上个星期呢 他们专程前往事工所 向市长魏佳燕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 也跟着市长一起步行在金山脚地区周边的人行步道 来做现场的探查 宜昌国小四位同学 以身不由己探讨花莲县身心障碍者 使用道路现况与未来为题 针对花莲市金山脚区域人行步道 进行的研究探查 他们透过访谈田野调查及问卷 来了解现行道路通行和设置现况 也特别由身心障碍者立场出发 了解民众对身心障碍者 使用道路权利的看法 在道路上 其实道路上 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会摆放吉他车在人行道路上 然后也有些人 他们可能就是会把自己自家的物品 放在人行道路上面 所以就会造成就是 就是没办法走路走得那么顺畅 然后其实我们那里有发现一个蛮大的问题 就是就是 就是在那个路上面 它在道路上面会有斜坡道 然后斜坡道 它出口啊 它出口有时候 它那里出口会画停车阁 然后如果它会画停车阁 那会有车停嘛 那假如说 它那里有停车 然后如果身心障碍者 它要从这个斜坡道下去的话 那就没办法下去 会被车子挡住 我们其实发现最多问题的是 变电箱会设置在人行道路上 但是变电箱设置在人行道路上 因为变电箱它本身就有170公分 它宽就170公分 那这样子 它如果设置在人行道路上的话 而且人行道路的路宽也没有那么宽 也没有那么宽 所以就会很严重的影响 这行走的整个过程 市长魏家彦 主任秘书温美华建设科长徐国成 都仔细听取同学的报告 我们这边也会加紧的争取一些经费 那来做一些地方的一些建设 那也会跟我们其他的单位 包括我们的台电 或是我们的中华电信 或是我们自来水等等 我们都也希望说在施工的期间 大家都能够一并的来做一个配合 那还给行人的一个空间 那也希望说我们店家 如果有摆设比较出来的一些可能一些商品 那近期可能的 我们也希望用劝导的方式 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商品 可能就在我们店内 那尽量不要影响到大家的一个通行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今年度也争取 在去年跟今年也争取非常多的一些人行道的一些建设 那也要谢谢我们的议会跟代表会 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建议跟督促 那未来我们也要在很多的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我们要进行人行道的一个改建 那也希望说请我们在地的居民也要多多包涵 那我们希望还给 因为其实下了车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行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到人行道 那也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 在施工的期间可能有一些不便 那还给我们行人非常好的一个行人空间 简报完成之后 市长还陪同学生实际走上街头 利用轮椅 还有摆手杖体验伸障者在市区行走时 会遭遇的各种情况 而对于同学们的研究发现 市长表示 施工所都深刻了解 也针对现有状况进行修正 目前正在进行的人行步道改善 也会依据最新的法规来设计执行 市长强调 施工所会尽力营造 友善安全的行人用路空间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